大家好,又到了兄弟年交往系列课程时间,我是威哥 跟着威哥混,未来一定顺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次讲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一起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if else这个条件依据 好,我们大概里面讲就是这个点了 就是if else这个条件依据 威哥,条件依据是什么 条件依据,我们看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满足某一个条件的时候 你的程序就会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当满足另一个条件的时候 你的程序又去执行另外一个事情 比如说 我们上次可以给大家讲了这个输入一个成绩,是吧 然后判断这个成绩是否合格,是吧 如果合格我输出一个你的成绩是合格的 如果是不合格呢 如果小于60,我的成绩就输出不合格 是个满足一定的条件 对不对 这样啊 这个意思 威哥,你说如果今天下雨我就不去看我女朋友了 要是今天不下雨 那我就跟我朋友去打球了 我以为你说不下雨就看了你朋友了 是吧 你看你朋友要听了得多伤心 伤不起,伤不起的 威哥,这就是条件依据了 哎,这算是条件依据 啊,ok 好,那我们看了这个条件依据就是根据这个条件判断之后再去做一个处理 是吧 那它的这个语法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if if就是如果的意思,对吧 如果,然后里面是一个大括号 一个括号啊 括号里面是我们的条件依据 对,这我们条件,条件依据是一个表达式 对,这里是一个逻辑表达式 比如说满足某个什么什么条件 如果这个,当这个条件满足呢 就 一对大括号,花括号 然后里面就是你要条件满足所要执行的这个语句 就放在里面了 ok,好 那么这个if呢,也可以配合这个else,就否则的意思 对吧,否则 如果条件满足执行这个大括号 否则呢 在执行这个大括号里面的内容 是吧,这就是这个一个分支 是吧,我们说条件分支嘛 这样的方式 ok,好 那么呢 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这样一个例子吧 ok 好,第二十四个 我们进行了一个if else这个demo啊 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打开 好,假如说呢,我们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比如说小白这个寻找幸福吧 好嘛 好 小白寻找幸福 哦,那小白寻找幸福这个得如何来 呃,你对女生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你是个女的 首先女的是吧 首先我们定一个性别 性别一定是要是 女 女 是吧 性别是女 背头背头 是吧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if呢 你看啊,我们的条件判断就是这样了 在这里开始了 这里是我们的这个 条件 判断 语句 是吧 条件判断语句 我们这里是 女对吧 如果是等于女 然后一个对大括号是吧 对 大括号就是如果等于女的情况下 我们要执行的语句是什么 嗯 是吧 然后就执行一下 比如说,哎,这是女的吧 嗯,女的就 可怎么样 啊,女的就 呃,此人是女性 是吧 是女性 是女性 呃,这个 呃 可以 进入 考虑范围 考虑范围 是吧 是是是是,是你的就行是吧 嗯 可以啊,进入 嗯 可以进入这个啊,考虑范围 OK 好 那我们可以说 在家可以这样否则吧 嗯 对不对 实际上if语句你可以单独使用 对吧 这样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嗯,如果你有这个 呃,否则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条件判断的话 比如说,呃,如果这个不成立 我还想执行另外一东西 对吧 那就要加什么呀 加我们这个else 就是否则 这个条件语句了 嗯,OK 那else呢就是要配合if一起使用 哦,它不能单独使用 if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嗯,OK 好,else呢一定要配合if里面来使用啊 那这个呢,一般呢我们写在哪里呢 就会写在这个 if的 紧跟着它的下面 啊,紧跟着它下面 然后呢,它也是一对 大括号,是吧 大括号 所以一般情况下有时候呢 我们为了节省一行 这个else 就直接跟在这个 这个大括号的后表 哦,下来写 是吧 那如果是else 那就表示这个性别 不为 女 女 那所以怎么办呢 那个我不搞急 不搞急 我不搞急,对 好,那就说 小白 这个 从不搞急 小白 是吧 小白从不搞急 对啊 OK 那如果是女的以后 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if跟else 这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是吧 如果我们还想加更复杂的这个判断 怎么办呢 比如说 你除了是女的 你还得要求他 比如说 如果这个女的 呃 白一点就好 白一点是吧 他很他很白是吧 喜欢白的是吧 对对我这么黑嘛 你这么黑你还叫小白是吧 你应该叫小黑是吧 OK 好 好那么他这个 那他的什么呢 叫白呢 叫皮肤 皮肤是吧 对 skip 那我们再定一个 啊 插 如果是 啊 白是吧 那如果是女的 我们在里面再做判断是吧 对OK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 啊 这叫一符一句的欠套了就 OK 好 欠在里面再判断 如果这个 skip 等于什么 白 白 等于白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太太棒了 那就 哎这是我心目中的 女神 女神 是吧 啊 啊 这真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对吧 好女神 OK 那就是白 那还有什么条件可以吸引你的呀 嗯 比如说不白呢 不白还有什么 富 富是吧 嗯 富我们就比如说他比较有钱是吧 对 我们就定一个比如说啊 定一个这个 这个 money 好吧 money OK 比如说他啊 这有他的钱数了 我们是随便写一个 这多少 好多 千万 十万 百万 一百万是吧 一百万够不够 够了够了 一百万就够了 一百万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是吧 好 OK 那这个呢如果是 不白有钱也行是吧 对对 不白有钱也行 黑点不所谓是吧 嗯嗯对 OK 那如果那这里怎么加呢 这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欠套EF 里边再判断是吧 里面再判断 这里 这里应该怎么判断呢 就加Else Else Else里边 否则嘛 不白嘛 是吧 不白是不是到Else啊 Else里面是不是再加EF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 里面再加EF 然后呢 加这个 钱 money 等于多少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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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嗯对吧 如果是 大于等于是吧 嗯 大于等于一百万 OK 怎么 是吧 这也是Odition 啊 这也是Odition 这也是Odition 是吧 好 这也是Od 是吧 Od 是吧 女神啊 Od 女神啊 是吧 也是Odition OK 好 这是更复杂的这个欠套的一句 也就是你可以可以欠到更多的这个EF跟Else 对吧 好 那么这里有一种写法呢 是可以EF Else跟EF呢 可以连起来写 你看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EF 写在这个Else的里边 对 那通常情况下这种写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直接 这样写 看着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 直接写到Else EF 就是Else里面加EF的EF 的意思了 明白了吧 我们把这个 括号啊 可以挪到上面 是吧 挪到上面 然后里面这个呢 就给它去掉 明白了吧 这样的话呢 你看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相当于把我们这个 从这个关系来说 逻辑来说 是不是好像更清晰一点 不会说大瓜很多 看起来不够清晰 是吧 这个意思就表示 这个EF呢 是在Else里边的一个条件 内部的条件 是吧 那你也可以加更多的这样的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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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执行一下 嗯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 我们看一下 哦 哦 女神 是哪里输错了 后边那个分号 这个分号打成了这个冒号是吧 对ok ok 执行一下 此人是女性 可以进入考虑范围 真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那就是 它已经是白了 是吧 对 白了已经满足了 第二条件就不会再判断了 是吧 不会判断了 那如果它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黑的 对吧 它黑 它不白 那就是进入第二条件了 是吧 第二条件 这也是偶地逆声 那就表示你第二条件满足 是吧 第二条件满足了 ok 就会出来了 那如果这是男呢 男性 你就看 这个结果就应该是 小白从不搞鸡 小白从不搞鸡 是吧 对 真不搞鸡 哈哈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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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EVE 跟ELS的这个一个实力 ok 我们这一节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节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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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